报告单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心里还一个劲的埋怨自己 太不小心了 为啥呢 您猜对了 这李琴和男朋友刘磊 还没有结婚 未婚先孕 李琴这下可是犯了仇 其实现实生活中 也有很多奉子成婚的情况 按理说 李琴刚刚发现自己怀孕 只要他和男朋友抓紧时间办喜事 应该也能来得及 可是他自己却对结婚这件事 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啊 他有一位不答应这门亲事的准婆婆 李琴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 父母都是农民 还有两个弟弟是 一个上大学 一个上高中 这家庭条件可想而知 在一次招聘会上 李琴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刘磊 两个人聊的是非常投机 慢慢的呀 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是互生情愫 都感觉有点意思 要说这刘磊啊 他也是个苦孩子 虽然是本县人家就住在城里头 但是父亲早年病逝 母亲王淑云一直没有再嫁 而是靠自己在事业单位的那点工资 把刘磊抚养成人 丧夫的痛苦和生活的不易 让王淑云把全部的心思都拴在了刘磊身上 对刘磊的生活照顾的 是无微不至 当然管的也就比较多 而刘磊呢 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非常理解母亲的艰辛和不易 对母亲那是格外的孝顺 刘磊顺利找到了工作 母亲王淑云这下可是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任务啊 就是给儿子成家娶媳妇了 对于刘磊找什么样的妻子 王淑云有他自己的想法 也经常在儿子面前说的 因为自家条件一般 他想让刘磊找一个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女孩 最好父母还能帮衬点 将来儿子的压力也小 可是亲戚朋友们 一连给刘磊介绍了几个女孩 刘磊都推三阻四的 不肯去相亲 后来才支支吾吾的说 自己正谈着一个 当刘磊把李琴的情况一说 王淑云马上表示反对 刘磊虽然是个孝子 但他却没有遵从母亲的意思 和李琴分手 而李琴知道刘磊母亲的态度后 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可是也理解刘磊母亲的心情 因此他也不催着刘磊结婚 可是现在这肚子里有了孩子 自己该怎么办呢 从医院一出来 李琴就给刘磊打了个电话 把这事告诉了他 刘磊听到这消息啊 确实非常激动 嘿 我要当爸爸了 哎 琴儿 你走路可要小心啊 别把我儿子给磕着 听着刘磊没心没肺的得一样 李琴真是哭笑不得 你瞎高兴什么呀 婚都结不了 这孩子咱要还是不要 你得拿个主意呀 哪儿的话 当然要了 你别胡思乱想啊 我这就和我妈商量结婚的事 刘磊的态度呀 让李琴踏实了很多 突然觉着怀孕这事啊 也没那么倒霉 话说两头 刘磊挂了电话呀 这边是接着愁上了 想想母亲的态度 要说服母亲 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这时间不等人哪 李琴的妊娠反应是越来越严重 每天早上要在宿舍里吐好一阵子 刘磊都替李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就这样拖了一个月 刘磊绷不住了 这天早早的回到家里 坐到了沙发上 心事重重 欲言又止 王淑云也看出来了 这刘磊啊 是有心事 母子俩面对面的 干坐了半天 还是当妈的先开口了 我说儿子啊 你是就看上他了 听母亲这口气 像是有商量的余地 刘磊抬起眼来 感激的看着母亲 赶紧说 妈我们确实很好 而且 李琴那什么啦 这王淑云啊 一听什么都明白 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 这事 他还怎么反对呀 其实吧 王淑云也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坚决不同意 儿子和李琴交往 这另一方面呢 他也托人打听李琴家的情况 打听的结果 虽然不是上上之选吧 可人家李琴那孩子 在家乡的口碑很不错 父母也都是实乘人 现如今 这李琴的肚子里 又有了自家的骨肉 王淑云怎么忍心 棒打鸳鸯 再没了孙子 这当妈的心呀 就软了 那还等啥呀 别等挺个大肚子 再结婚 让人家笑话 一听这话呀 刘磊是喜出望外 马上就给李琴打电话 李琴一听呢 也是又意外又开心 两个人紧锣密鼓的 见了双方的家长 下了聘礼 定了日子 高高兴兴的 把喜事给办了 新婚不久 婆婆为儿子买房 引发小两口的矛盾 这购房合同上 怎么就写着 刘磊一个人的名字啊 婆媳矛盾演变成夫妻战争 丈夫收到了 法院的离婚传票 李琴你怎么这么绝情 非要离婚 竟然还起诉 小两口的婚姻 真的走到了尽头吗 这场诉讼 怎会以丈夫的死亡而收场 婆媳矛盾害死她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婚礼是紧紧张张的办完了 小两口呢 只能暂时和王淑云住到一起 而这刘家的房子呀 是刘磊父亲单位的福利房 也就六七十个平方 这王淑云呢 本来就对李琴有那么点沉见 可这李琴呀 偏偏又是个质朴有余 灵力不足的人 这在一块生活呀 难免就有些磕磕绊绊的 流泪夹到中间啊 也是两头难 日子久了呢 小两口就盘算着 这啥时候能买个新房搬出去住呀 可这一来没钱 二来又不好撇下母亲一个人 所以呀 也就是想想罢了 其实买房这事呢 王淑云也想到了 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观念 老人给儿子买婚房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自己这些年呢 也攒了点钱 虽然不够付全款 但付个首付还是差不多 如果不是李琴突然怀孕啊 他原本计划是先买套房 再给刘磊找对象 这或许啊 还能找一个条件更好的 所以每天晨练完呢 王淑云就到处去看看 哪些楼盘有优惠动 可巧的是啊 有天晨里一个口碑不错的楼盘 正好有促销活动 敲锣打鼓的好是热闹 李琴和刘磊路过的时候呢 就凑上去看 没想到呢 王淑云也正好在那看房 这一家人凑到了一块啊 王淑云就把自己的心意 和儿子儿媳妇说了 这一下啊 可把小两口乐坏了 正好那天呢 房源很不错 三个人就求准了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呀 总价45万 如果母亲首付15万的话 那可真是解决了大问题了 一家人呢 高高兴兴的付了定金 回到了家里 李琴还沉浸在买新房的喜悦之中 没想到几天后 婆婆王淑云交了首付款 拿回购房的合同 让李琴有点不高兴了 房子以后还款是两人一起还 为什么这认购书上 却只写了丈夫刘磊一个人的名字呢 原来啊 这当婆婆的留了个心眼 觉得房子是他父首付 这房本上啊 就只能写他儿子的名字 这本来嘛 婆婆买房只写儿子的名字 这也无可厚非 但是儿媳妇李琴 却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她是这么想的 首付30% 15万是婆婆给了 但是余下的30万 再加上几乎翻倍的利息 那我也得帮着还贷款 凭什么只写刘磊的名字呢 看来婆婆这心思 往小了说 是把自己当外人看 这往大了说呀 就是不看好这桩婚事 第二天的早上 好不容易等得婆婆出门了 这李琴呀 终于忍不住 和刘磊哭诉了自己的委屈 你妈就一直仿着我 这婚都结了 孩子都快生了 你还不能把我当自家人看待 这以后的房贷 是咱俩一起还吧 那为什么只写你的名字 刘磊被李琴这 突如其来的一串话 说的都缓不过神来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你原来是为这个 发这么大的火呀 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嘛 我妈父首付 怎么也得尊重一下我妈的感受 那不写我的名字 难道写你的不成吗 我妈能答应咱结婚已经不错了 要不是因为你怀孕 她连结婚都不同意 那怎么可能把名字写成你的 听到这儿啊 这李琴的火是更大了 刘磊 我可没用孩子逼你结婚啊 你要是认为我高攀你了 我今儿还就不攀了 说着 摔门走了 这一路上 李琴是边哭边走 想着流泪的懦弱 和对婆婆的唯命适从 婆婆的强势和平日里 对她的不冷不热 突然觉得 这日子过得 真没一点希望 于是就拿出了手机 噼里啪啦 就给刘磊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我们离婚吧 这刘磊啊 马上就回复过来 等孩子出生了 爱离不离 就这样 两个年轻人 一人一俱 把矛盾伸到了最高级 小两口吵架后 李琴搬回到单位宿舍住 而刘磊也赌气不搭理李琴 他觉得 两个人都需要冷静一下 再好好谈谈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 一天 刘磊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妻子李琴 竟然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原来李琴是这么想的 自己是有身孕的人 搬出来这么久了 刘磊居然是不闻不问 甚至工作上需要和李琴 接触的事情 也故意交给了其他人 这个刘磊 不只是懦弱 更是无情 再加上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一气之下 李琴一纸离婚诉状 递到了法院 刘磊拿着传票 冲到了办公室 一把把李琴拉出来 责问道 李琴你怎么这么绝情 非要离婚 竟然还起诉 李琴说 你不是说等孩子出生就离婚吗 你要的是孩子 又不是我 孩子打了 你可以离婚了 啥 孩子打掉了 李琴啊李琴 你这心可真够狠啊 好 我们法庭见 刘磊和李琴的案子非常简单 没有共同财产和子女 双方呢又都同意离婚 法院很快就做出了 准许双方离婚的判决 拿到了判决 李琴突然觉得空落落的 自己就像在做梦 怎么就离婚了呢 也不知道刘磊这心里头 是啥滋味 其实此时此刻呀 刘磊不比李琴好受 这天晚上 他一个人去了酒吧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灾难 即将降临 离婚后刘磊最久竟发生了意外 一脚踏空掉了下去 头部湿血过多 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李琴要为刘磊死亡讨说法 婆婆王淑云为何不同意 你和刘磊已经离婚了 我们留家的事情 你就没资格再过问了 已经离婚的李琴 真的没有权利 替刘磊的死亡讨说法了吗 刘磊的死亡到底该由谁负责 婆媳矛盾 害死他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刘磊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瓶啤酒 一直喝到了凌晨 酒吧要关门才出来 他摇摇晃晃 往家的方向走去 谁知马路上 有一个下水道井盖是空的 旁边没有任何标志 这刘磊是根本没看到 一脚踏空掉了下去 等到天亮被环卫工人发现时 已经头部失血过多 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儿子的突然死亡 给母亲王淑云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被送到了医院 而这边 李琴听说刘磊遭遇了意外 犹如晴空霹雳 顿时陷入了无边的自责当中 生活还要继续 刘磊的后事要办理 王淑云也需要人照顾 李琴把娘家人叫来 帮忙料理刘磊的后事 她则在医院里照顾着王淑云 王淑云在医院里醒来 看到身边的人是李琴 什么话也没有说 闭上眼睛扭过头去 摆摆手 让李琴出去 李琴坐在床前 泪如泉油 妈 我对不起您 我身是留家的人 死是留家的鬼 我一定会为您养老送终 一定会把孩子养大成人 我才能对得起刘磊 什么 孩子不是打掉了吗 王淑云突然转过来 扮作起来 其实李琴哪舍得打掉孩子呀 她只是气不过刘磊说的 生完孩子就离婚 这句话 认为自己不过是 凤子成婚 母贫子贵 所以才骗着刘磊说 孩子打掉了 看看刘磊什么反应 可是没成想 这刘磊根本无法原谅 李琴的这一举动 凤儿同意了离婚 这是两个人谁也不服软 才酿出的天大的祸事啊 听完李琴的这番哭诉 王淑云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孩子还在 总算是给了她生活下去的 一点希望 而另一方面 她觉得若不是李琴提出了离婚 还说孩子打了 刘磊能发生这样的意外吗 在她心里啊 刘磊就是死在了李琴的手上 所以 王淑云觉得 孩子是我们刘家的骨肉 但你和刘磊已经离婚了 我们刘家的事情 你就没资格再过问了 王淑云的反应 在李琴的意料之中 但是李琴觉得 这刘磊的意外 虽然和她醉酒有关 可是如果井盖是盖好的话 刘磊也不至于丢了性命 眼看着婆婆受死重创 浑身贪软 连床都下不了 不管有没有资格吧 总得帮刘磊讨个说法 好让婆婆和肚子里的孩子 将来的生活有个着落 李琴几次和婆婆谈起这件事 希望婆婆能同意让自己去办这件事 但王淑云出于对李琴的怨恨 就是不同意 难道自己真没权力去做这些事了吗 这下一步 李琴该怎么办呢 这天呢 他正巧路过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大厅 便进去咨询了一番 值班律师告诉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判决书双方都签收以后呀 并不是立即生效 而是要等15天的上诉期满 双方都没有上诉 这才生效 刘磊是拿到判决的当天发生的意外 也就是说 这份判决呀 还处于未生效的状态 因此呢 李琴还是刘磊的配偶 仍然可以行使配偶的权利 作为受害人请求赔偿 可是告谁呢 谁来告呢 刘磊的突然离世 已经让李琴是快崩溃了 这又冒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让李琴是越想越头大 于是他决定申请法律援助 虽然李琴有固定的收入 不属于法律援助的对象 但是 鉴于李琴怀孕在身 王书云又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 援助中心还是受理的申请 指派律师帮他们打这个官司 回到家呀 李琴把从律师那打听来的消息 和申请法律援助的事情 都告诉了婆婆 王书云看着儿媳妇 渐渐隆起的小妇 和没日忙碌的身影 虽然嘴上不说 但这心里的疙瘩 也在慢慢的网开解 听她说着这些事情的进展 也不再拒绝 算是默认了 办案律师通过调查得知 刘磊出事的那个路段 当天呢 市政管理处正在清理管道 迎接汛气的到来 清理工作刚刚完就下起了雷震雨 工作人员忙着避雨 没有分好井盖就收工了 律师告诉李琴 像这种情况属于施工造成的侵权责任 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 特殊侵权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不同 实行的是过错推定或无过错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的规定 在公共场所或者是道路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的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 造成他人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为市政管理处是陈建局的一个下属单位 没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 那么所以本案的被告就是陈建局 我们再来说原告 在民事诉讼中 受害人死亡的由他的近亲属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头 李琴和王淑云就是原告 拿到起诉状后的李琴有些纳闷 律师写的诉状里的原告是自己和婆婆 赔偿项目只有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和精神抚慰金 可是自己腹中的孩子即将出生 抚养费是需要的 怎么赔偿金里会没有孩子的抚养费呢 说到这儿啊 我们要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 我们都知道 未出生的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尽管在继承法中规定了 遗产分割的时候应当保留胎儿的份额 在工商赔偿中也规定了 一父子女可以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 但是在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中啊 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胎儿有请求抚养费的权利 所以呢 只能等胎儿出生以后 另行提起诉讼 案子进入了审理阶段以后 律师将本案的特殊情况和法官进行了交流 律师建议法庭终止审理 等待胎儿出生以后 连同抚养费的问题一并审理 办案的法官也非常同情李勤的情况 最高院对这种特殊的问题也有规定 可以终止审理 两个月以后 李勤的孩子出生了 律师申请追加刚出生的婴儿为共同原告 法庭准许并重新确定了开庭时间 法院认为 市政管理处施工时疏忽大意 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也没有尽到安全提示一物 是造成刘磊意外身亡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刘磊大量饮酒 导致观察和控制能力降低 是意外发生的另一原因 刘磊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自身应当承担30%的责任 原告请求的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68万余元 承建局应当赔偿48万元 李琴通过诉讼拿到了赔偿款 如数交给了婆婆王淑云 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婆婆更安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 新房如期交工了 婆媳俩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房 开始了新的生活 房子该写谁的名字 一次信任危机引发了这场家庭悲剧 其实婚前婚后的财产归属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已经有很明确的规定 法律是公平的 作祟的是那颗自私的心 相信这个案例也警醒了电视机前对财产归属问题 过于敏感的年轻人 如果人与人之间 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 能够多一些信任和理解 多换位思考 这样的家庭悲剧就不会再上演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得知女儿早恋妈妈田芳反应激烈 啪的一声 重重地扇在了男生的脸上 你赶紧离开我的女儿 妈妈对男生先是恐吓 后是殴打 在疯狂的殴打中 安东手中的水果刀 刺中了田芳的胸口 妈妈视早恋为洪水猛兽 粗暴干涉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女儿早恋伤了妈 明日播出